嗨宝宝们好,我是Staphne 想多一步,先扔一步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 叫价175万 总共有8个卧室 7个洗手间 虽然它只有双车库 但是呢,总共可以停11辆车 它的面积是336尺 约合309平方米 我们一块来看看这个房子有什么亮点吧 一进门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空间 挑高的空间,加一个非常奢华的水晶灯 左手边是一个会客厅 主人可以在这里接待一些客人 这个区域其实是一个餐厅 但主人现在把它用作了一个游戏室 现在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厨房吧 这也是我最看重的一个区域了 双开门的冰箱 嵌入式的微波炉和烤箱 连抽油烟机都设计得这么漂亮 柜底和柜顶都安装了设灯 通常我们看到的早餐厅是非常迷你的 但这一个早餐厅空间非常大 足够的装重点 喜剧室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看重的 下班之后的休闲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看见电视和孩子们玩一玩 或者是什么都不做 就坐在沙发上刷刷手机 主卧马一定要大 这样才能凸显主人的地位 主卧的卫生间一定要有5 pieces 1 2 3 4 5 这个房子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楼上的每一间卧室都自带了洗手间 而且空间非常大 这是楼上的第三个卧室 以及第三个卫生间 这是楼上的第四个卧室 以及第四个卫生间 一层还隐藏了第五个卧室 这个卧室可以供老人居住 因为不需要上楼和下楼 这个房子有一个很大的亮点 就是地下室可以分租出去 因为它有分门出入 在这一带呢 三卧两位 大概的租金呢是2500块钱 这个价格几乎可以负担掉一半的房贷 那么换言之也就是说 同样的钱如果你租的话 就只能住在地下室 但如果你买 就可以享受这样的生活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地下室了 可以看到地下室的面积也非常的大 这里是地下室的主卧 以及独立的卫生间 这是地下室的次卧 以及独立的卫生间 好了 这套175万的房子看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我是Stephanie 想多一步 先人一步 咱们去看下一条房子吧 这是 franchise 我们有点偏要叭 再去唤达 хотел认识识 英文堵 medio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